菩萨阿弥陀佛 我们等一下诵经的时候又要更上一步 什么叫更上一步呢 我们要观想我们是在 般若会上 我们不是一开始头就念 南无什么 般若会上 佛菩萨 所以不只是观想 观自在菩萨 跟我们在一起而已 还要更进一步的观想 我们是在般若会上佛菩萨之中 我们的四周围 都是佛菩萨 难道不是吗 你看看你们左边的 你们右边的 他是不是佛菩萨 看一看 看一看他是不是佛菩萨 看你后面的 是不是佛菩萨 都是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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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佛讲般若经是在摩羯头国 摩羯头国的首都叫王舍城 离开王舍城 一两个小时的地方 就是灵灸山 那灵灸山 是佛讲大圣经典的地方 佛讲小圣经典 是阿含经 最常去的地方 那就是 什么 奇数及孤独园 这是佛最常去 讲阿含经的地方 而大圣经典 最常 讲的会 是在 灵灸山 灵灸山 因此 我们修行 这是一步一步的提升 为什么 一开始 没有请各位就 观想 般若会上 佛菩萨 没有观想这种清净海会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功夫还不够 还不能够观想那么多的菩萨出来 因此 诸位可以回忆 我们第1次怎么送 第2次怎么送 第3次怎么送 那今天呢 我们就 请诸位菩萨 真的 您要 心很清净 很 恭敬的 观想出 我们是在 博物仁会上 而我们的四周围 都是 佛菩萨 都是佛菩萨 请诸位 合掌 合掌 那 末 摩 Ya 他 这是 回上佛菩薩 莫不得回上佛菩薩 不得佛罗弥多心情 观自在菩萨行上佛雷 佛罗弥多是早见五云皆空 不一切过色力子 色不一空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首相行是以佛如是 色力子是出发空相 不生不美不苟不清 不增不见是苦空中 无色无首相行是 无缘而彼舍神医 无色生相归出发 无言间乃至无一世间 无名义无无名间 无爱之无老死亦无老世间 无心无苦疾 面倒无知亦无德亦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以佛罗弥多故 心无怪爱无怪故 无有空不远离颠倒梦想 九经年盼山是诸佛 以佛罗弥多故 得阿娘多罗三妙三菩提 故知佛罗弥多 是大神咒 是大名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苦真是不虚 故知佛罗弥多咒 避受这愿皆地皆地 婆罗皆地婆罗生皆地 普提萨坡 好 请放张 官知在菩萨 行身般若般若蜜多时 照见无音皆空 度一切苦恶 可见得只要有 这个般若般若蜜 就可以度一切苦恶 无往今来 有多少人是 依靠着 观世音菩萨 而度脱一切的苦恶 观世音菩萨的信仰 在印度就已经有了 后来呢 在西藏 中国 韩国 日本 越南 特别的流行 当然在斯里兰卡 也曾经出现过 观世音菩萨的信仰 不过在北传佛教的国家地区 观世音菩萨的信仰 特别的普遍 为什么呢 在显教的地区 在命教 圣行的地区 都有观世音菩萨 这么样普遍的信仰 那是因为 观世音菩萨跟阿弥陀佛 都是属于莲花布 我们有五方佛 东方 西方 南方 北方 还有中央 有五方佛 这个五方佛 之中 这个西方佛 西方佛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西方佛的教主 就是阿弥陀佛 两旁的邪士呢 就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还有这个大世智菩萨 大世智 什么叫做莲花布 莲花布的布主 就是阿弥陀佛 那莲花布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一种评语 评语说 莲花出污泥而不然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 称之为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 又称为五卓的恶士 五卓的恶士 就是 这个世间 有五种卓 非常脏 非常脏 但我们要效法 这个莲花 莲花是在越污泥的地方 它生长得越漂亮 越好看 虽然我们现在就处于 这种娑婆世界 可是我们要跟莲花一样 虽然是五卓 虽然是痛苦不堪 可是 我们的佛性仍然存在 我们在越不好的环境里面 越能够 生出 灿烧rane 灿烂 美丽的莲花 请问 说脖是什么意思 看忍 看忍 看忍是什么意思呢 是能忍 能够忍得出 忍得下来 称之为 看忍 忍得下来 是不是有一点委屈 有点说 哎哟 你欺负我 可是我有很多的苦 有点委屈的样子 是不是这样 有没有一点委屈 既然是看忍 有没有委屈的味道呢 我们如果从消极面去看 看忍 这个世界的苦啊 我们还是忍受下来的 是有一点消极面 但 我们可以从光明面去看 从这个积极面 去看 什么叫看忍 就是说世间的一切苦呢 没有什么了不起 因为世间的一切苦都是空性 啊 我是可以忍得过的 世间的一切苦都是空性 因为世间的一切苦 只不过是 就是我们对五蕴 无名 作业 烦恼 执着其善而已 它并不是真实的 世间的一切苦都不是真实的 你即使是病也是假的 为什么病是假的 病啊是因为 重因缘和合 所以病了 它也会改变的 要么病就病好了 要么就死掉而已 所以 病啊也是可以忍得下来的 那世间的一切呢 苦啊都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都可以忍得过 即使受死 是大苦 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因为我们死后 如果没有往生净土 没有 成佛的话 砰 一下子 又立刻投胎了 我们死只不过是一个过程 很快很快就立刻投胎了 所以死的苦 也不是真实的 你只要有这种波罗智慧 照见了无云皆空 就知道 一切 皆是空性 一切 都不是 独立石油 一切 都不是长衣主宰 一切 都是可以改变的 就称之为说服事件 所以此后呢 我们各位朋友 你们碰到苦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 哎哟这个苦喔 好苦喔 好苦喔 哪里有什么苦 我们是堪忍世界 这些苦都可以 度得过的 因为这些苦啊 都是假的 观世音菩萨 跟中国 韩国 日本 越南 西藏 的因缘 这样子的神 那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 因为观世音菩萨 在这些地区 所 产生的灵验故事 最多 产生的灵验故事 最多 尤其是西藏佛教 我们去过西藏的人都知道 如果把观世音菩萨给拿掉 西藏的佛教 我看 只剩下三分之一 只剩下三分之一 因为西藏佛教啊 喔 观世音菩萨的 雕像最多 观世音菩萨的 化身最多 连达赖达达嘛 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到处到处都是观世音菩萨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加加阿弥陀 互付观世音 在中国地区啊 如果把观世音给拿掉 那大约只剩下 三分之一 再把阿弥陀佛给拿掉 那就整个佛教就没了 西藏佛教也是一样 凑处都是观世音菩萨 的信仰 观世音菩萨在印度 在南城国家 他是视线 男神的 在西藏 我们有发现观世音菩萨 是蓝的 是蓝生 那观世音菩萨的形象 有多少 很多很多 我们讲说是32相 是不是 其实不是32相 更多 我们最简单的可以看到到 观世音菩萨 有这个在我们中国汉人地区 视线女生 是两只手 那一个头 两个眼睛 这样子 但是在 西藏佛教里面 观世音菩萨就有四倍观音 四只手倍 出现男神 有四倍观音 有六倍观音 有八倍 就是八只手倍观音 有十倍观音 有十二倍观音 有十一面观音 面 出现十一面 三个面 在三个面 在三个面 最上头 还有一个头 有十一面观音 再上来有十六倍观音 十六倍 十六只手倍 各人 各人不同的 那种 法器 再上来有十八倍观音 十八倍观音 就是所谓的准体菩萨 有没有听过准体菩萨 这个名词 准体 这是准体观音 准体观音 准体观音 在中国的信仰 从唐朝以后就有 而且 是 中国的密教 密宗修行里面 最多信仰的一位 昨天我说过 密宗在中国 从唐五宗 灭佛以后 密宗就消失了 在密宗里面 被保存下来的 绵绵不绝的 那就是准体观音的信仰 十八倍的观音 有十八只的 首倍 那就是 准体观音 准体菩萨 的法门 灵验 最快 您只要念那个准体咒 有时候会念准体咒的 数研你会念准体咒 数研菩萨 美华菩萨 美华菩萨你会念 你会不会念 怎么念 对 我们明珠菩萨会 好久没念了 对 我们如果参加 参加法会 这个有这个节哉 节哉所念的那个就是准体菩萨咒 准体菩萨咒 准体菩萨咒 我们可以念他的心咒就可以 这就是 Om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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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体 沙 不喝 就可以 Om 这里 这里 准体 沙 不喝 大家可以念一下 Om 这里 这里 准体 准体 撒不喝 你这样子送 Om 这里 这里 准体 撒不喝 Om 这里 这里 准体 撒不喝 Om 这里 这里 准体 撒不喝 在送 这个准体咒的时候感令最快 什么感令呢 你可以感令到那种 强有力的力量 在你身上出现 在你身上出现 你那时候会起一个 身心巨大的变化 那个气最强 所以念准体咒啊 那个感令的故事最多 感令故事 你一念 一做下来 一送这个准体咒 全身就发热 全身就震动 那全身这个气脉就暢通 很多灵的故事 那要知道所谓的准体咒 就是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的化身 最多呈现的是十八倍 十八倍的观音 他是三个眼睛 十八倍 因此我们到佛寺区 你只要看到 有十八只手臂 中间多了 一个眼睛的 那个就是准体菩萨 准体菩萨 那再上来 当然也有三十二倍的观音 六十四倍的观音 一百零八倍的观音 还有这个 千手千眼的观音 千手千眼就是真的有一千只的手臂 一千只手臂 我们看到一些雕刻 即使没有一千只手呢 也有很多很多的手 我们也看过这个画像 用画的 用画的 真的画出一千 一千 个手臂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 他自己这么说 他自己这么说 他说 他曾经画过 一千只手臂的观音 一千只手臂 每一只手臂上面 都有一个眼睛 都有一个眼睛 他画了多久呢 画了三年 这画了三年 才把这千手千眼的观音给画出来 那这三年之中 他除了 这个 休息的时间以外 每天就在他画室里面 每天画佛像之前 画观音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以前 他就先打坐 先打坐 一定要先打坐 昨天晚上有说过 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去佛法里面去找 绝对可以找得到答案 他就先打坐 打坐以后 就开始画 画 如此画了三年 这个是他的发愿 因为他从观音菩萨那边 得到很多很多的灵感 他就发愿说要把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给画出来 他三年后 观音菩萨 画好以后 一画好 人才病倒了 病倒了 这个一个礼拜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这个很简单 因为他这三年之内非常专注 然后那三年之后 他把所有的业障 通通逼逼出来 早上一个菩萨说 怎么样子断我们苦因 生病呢 受苦 人家骂你呢 人家打你呢 人家杀你呢 就是把苦的因 给逼出来 那个苦的因就断了 但因为 画了这个千手千眼观音 他虽然病了一个多礼拜以后 人完全换了一个人 因为他 过去的烦恼的 夜阴 通通呈现出来 他人整个 都能改变出来了 他就是从观音菩萨里面 得到很多很多的 好处 在说我们 现在读的 新经 是水翻译的 我们现在读那个经文是 玄奘大师的翻译 玄奘大师的翻译 在玄奘大师之前呢 还有周末罗斯也翻译过 但我们现在比较通行的 就是 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很聪明 闲小就出家 曾经发生的故事是 小时候就要出家 结果那个 主考官 不让他考试 说你这么小 你要出什么家 古时候的出家不是那么简单的 一定是要皇帝 你要出家一定要皇帝 准许你 皇帝来度你 一定要先经过皇帝派 全国最有学问的 这种学者来考试 先考考你 你的程度够不够 先检验你够不够 你程度够了才准行出家 这个小孩子要出家 那个主考官 一看你年纪这么小 干嘛 不让你出家 因为依照规定啊 人要20岁才能出家 可是他很小就 想要跟着哥哥出家 那这个主考官就问他 问玄奘 玄奘啊 你这么小 你为什么要出家 玄奘大师啊那么小 就有一个大愿 有一个大愿 那他的大愿是什么 弘扬正法 像我们这个小妹妹一样 这么小的年纪啊 就要弘法律生 他说我就是要弘扬正法 他就弘扬正法 这么小啊 八九岁的一个小儿子就这么发愿 我要弘扬正法 那这个主考官就让他出家了 出家以后他就读了很多经典 他发现了很多经典里面有互相重复 矛盾 冲突的地方 他就起疑惑了 起疑惑了 经典了怎么会冲突呢 是不是有发立错误 他就发了一个大愿 我要到印度去取经 这是故事就这么来的 他就要发愿去印度取经 他看到中国的佛经那时候 有一些 互相冲突 不符合的地方 依照他修行经验来看 他就发愿到西藏子取经 唐太宗不允许 唐太宗不允许他出国啦 不给他护照 申请护照 不准 他叫什么 偷渡出境 溜溜的 一出去 从长安 往西 经过 安肃临下 往河西走廊 出 玉门关 玉门关大家知道啦 那个关 只去 无故人 那真的是 天地茫茫 一眼望过去 只有滚滚黄沙 千万里 根本看不到一个人 上午飞鸟 下午走 受 人籍罕至 有百人去 印度只有三四个人 活着命回来 但玄奘大师 还是 发动一个大愿 哎呦我们想想看啦 现在人太舒服了 要去印度了 搭飞机 今天一搭 印尼一起飞 这个傍晚就到印度了 古时候哪里有那么简单 走要走好几年 他出玉门关 我们只要看古时候的人写的诗 京城所至 今时必然 为之卡 其中 我们讲 三个主要的事件 第1个事件 他通过 那个八百里的流沙 八百公里啊 八百里啊 八百里流沙 我们晓得 河西走廊 一过去 组组是沙漠 这个八百里的河沙 里面呢 之中啊 没有这个房子 没有人 没有人机 上无飞鸟 下无走瘦 走瘦 没有这个人 没有这个人走动 那沙漠之中 因为 死了很多人 当时 中国 到 西域 就是到印度去呢 这条思路 很多的生命人 在那边走动 可是很多的生命人 100个里面 只有30个 活着回来 那在沙漠之中啊 就死了多少人 敦煌的壁画 就是这么来的 就是说那些 到印度 做生意回来 没有死掉的人就发一个愿 在石窟里面雕刻 来许愿 我们中国人都有许愿 就是 雕刻了那么多的佛像 就是这样子 玄奘大师也是一样 他就渡过这个八百里路的这个流沙 因为这个途中啊 很多人冤死了 很多人冤死就是仇恨 恨恨不平 这个好像 变成孤魂野鬼一般 那孤魂野鬼一般就 还有晚上啊 白天啊 那鬼影重重 很多很多的 那种 很恐怖的景象就出现 很恐怖的景象出现 这个玄奘大师他就念 纠某罗斯的心经 纠某罗斯的心经 纠某罗斯比他早 两百多年将近三百年 那时候心经就已经有了 他就送 纠某罗斯的心经 纠某罗斯的心经 这么一送 那些鬼影重重 就消失了 这个是 一种灵验 也就是说 因为心经里面都在讲这个空性 因为心经里面都在讲 形身波罗 波罗密多 照见无云皆空 你只要 用这种智慧 一款照 你就晓得一切皆空 即使六道众生都是空 人是空 鬼 道当然也是空 地狱也是空 用这种智慧 他就渡过了 渡过了这些 魔鬼孤魂野鬼 对他的 一种骚扰 对他的一种骚扰 这个是第1个故事 第2个故事 他在行进路中 有一些胡人 也就是说西域人 当他的逝者 帮他挑东西 帮他这个 牵马 照顾他的 途中的时候 这些胡人 我们说的 这些胡人 这些胡人 心 坏了 心起一个恶念 心起一个恶念 想要把玄奘 给这个杀死 要抢夺他的财物 把他那匹马 想要这个 夺 夺 把他身上的东西 想要把他 拿掉 这个 胡人 就起了 恶念 这个玄奘 这个玄奘 立刻 把心经一送 嘎 这么一送 这个胡人拿着刀 要砍 这个 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 立刻送起这个心经 你看不可思议 玄奘大师 他变成观世音菩萨 那个胡人 刀子一刹过去了 竟然看到观世音菩萨 那胡人 就立刻跪下来 忏悔 立刻跪下来忏悔 他说 哎呀我错了 我这个心 坏了 心坏了 然后 他有那种 功德 有那种功德 让他 一送 自己 化成这个观世音菩萨 也就是观世音菩萨 这个视线 来救度他 这个是 第2个 灵样的故事 第3个灵样的故事 他是在沙漠之中行进 孤单单的一个人 不像《三国演义》里面 演得那么精彩 《三国演义》演了孙悟空 陪着他诸葛亮 还有沙无争 是沙什么 沙 沙争 沙争 沙争悟静 这个陪着他 没有 他是单独一个人 因为跟他一起去的人 通通死掉了 只剩下他一个人 没有死 但是骑着这匹马 走啊走啊 在沙漠里面走 突然 好几天了 都没有碰到水源 没有碰到 那个有草 有牧草的地方 马 没有草可以 吃 也没有水可以喝 玄奘 也没有水可以喝 所以 人 马 通通 饥渴 昏倒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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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天 神像大师 在冥冥之中 昏倒过去 五六天 神像大师 在冥冥之中 昏睡之中 他仍然 记起这个心经 他又开始 送这个心经 送这个心经 送 当时又记起这个心经 一送 一送啊 这种怜悦的故事又产生了 那匹马 醒过来 醒过来呢 这个 行政大师很平均的 就趴在这个马上 走了十几里路 走了十几里路啊 走到一个 不知去向的地方 不晓得 根本都不是路 在沙漠里面 根本都不是路 也不晓得是哪里 都不知道 走到十几里路 走啦走啦走啦 发现一片的 牧草原 发现 有这个水 在那边 那个麻就有牧草可以吃 也有水可以喝 玄奘也就喝了那个水 那根据这种传说 那个就是观世音菩萨的 化身 化现 观世音菩萨的化现 是记载于这种 法华经 普门品 法华经普门品 法华经普门品呢 就是观世音菩萨 他发这么一个愿 英语和声得度者 极限和声 来度他 观世音 这个名号 是 九某罗斯所翻译的 观世在菩萨 是 玄奘大师 所翻译的 观世音 他有两重的意思 第一重的意思是他自己修 我们昨天所介绍 宁观 梵文文字星 我们凡夫是寻生 流转 观世音呢 他是观那个音声 反文文字性 从声音 回到自己的耳朵 回到耳根 在追究耳事 在追究这个文性 在追究文性 最根源就是这个佛形 因耳正悟 耳根源通 这是智力方面 那力他方面呢 这是 普文品 里面所说 众生应 能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来度他 这是观世音菩萨 这是从 法华经 本文品 还有这个 悲华经 有另外一部经 就是悲华经 另外一部经 这个悲华经 悲华经 也有记载 记载说这个佛 受寄给这个观念菩萨 说您将来这个成道以后 如果有众生 发出苦难的声音 称呼你的名号 您呢 就会观其音声 寻生就苦 所以我们就有另外一个字 寻生就苦 他自利的 方面呢就是 反文文字性 寻生反文文字性 利他的方面就是 寻生就苦 你有什么苦难 称呼 这个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他就会 事先来救你 跟中国人最有缘 最有缘 那 此外呢 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周遭的朋友 可能有很多 都是信仰观世音 而且从观世音菩萨那边 得到很多的帮助 这些都是属于信仰方面的 宗教信仰方面 那只要个人 自己去体验 自己去体验 我们没有办法 重复这个经验 那我有自己的宗教修持 那这个观世音菩萨 或者是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 旧摩罗斯翻译为观世音菩萨 而 玄奘大师 却翻译为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的范文怎么写 对 阿 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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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kia这个是是 是的意思 阿瓦 阿瓦是这个观的意思 Tesvara Tesvara 应该讲起来 是自在的意思 玄奘大师会把观世音 的名称改翻为观自在 是有 理由的 嗯 范文里面 Lo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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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世界 所以这个Loki 就是世界的意思 知道 Loka知道 Loka就是世界 那这个Loki 就是 世界的 那种 另外的 转音 Loka Loki 阿瓦 就是观 用心 去见 用心提起正念 用这种智慧啊 去见 去见 阿瓦 Kid Tesvara Tesvara 就是自在 就是自在 救摩罗斯 他是 着重于 观音菩萨 在 怎么样子 观世界的声音 而 逆观 正道 一方面又着重于 他的 一种 悲愿 救度众生 这个 又着重于他 度众的那种悲愿 因此翻译成 观 是因 菩萨 而这个 玄政大师 他把 放文本的 心经 带回中国以后 他重新翻译 重新翻译 根据这个 阿瓦拉 Tesvara 因为他精通放文 他在印度啊 前后17年的时间 他学运非常好 曾经跟印度人 大辩论 吴哲 大会 吴哲大会 一个礼拜几天 他大胜 全印度 没有一个学者 能够辩论到他 在印度啊 辩论 那是 事关生命的事情 你辩论书啦 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个 变成对方的徒弟 第二个 自杀 只有这两条路 是非常慎重的 那这个 观世音菩萨 他就要在这个 吴哲大会上 他称这个 吴哲大会啦 他在吴哲大会上呢 跟全印度 最有学问的学者 辩论 所谓吴哲呢 就是说 不限定题目 不限定题目 这个题目不限定范围 不限定题目 什么问题都可以变 变了 好像是三个月 我讲错 是三个月才对 那变了三个月 吴哲大会 就是没有 题目 范围 任何限制的 他这样一变了 所以他 胜了 他胜了 因此 轰动 整个印度 轰动整个印度 这个 玄奘大师 他想要回到中国 印度的国王 肯留他 就是不想 让他回来 但 玄奘大师 还是 决心回到中国 那时候已经是 明镇 中国 明镇 西域 印度 等到回到中国以后 他才开始 一经 那个时候已经是45岁 他45岁开始翻译经典 他翻译经典 翻到几岁死掉 神障大师 几岁死掉了 原籍 比较好听 他几岁 原籍了 有人知道吗 没有人知道 没有啦 他没有活那么长命 玄奘大师 不可能活那么长命 为什么 因为他到 西域 沙漠 那种折腾 营养不够 休息不够 尤其是回来以后 要翻译 他就翻译跟人家不一样 这个不得了 这个玄奘大师 他的翻译跟人家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早上 早上 上午的时间 他是在讲经 给学生听 好像上课给学生听 下午 才翻译经典 晚上 他就开始 打坐 打坐 打坐到十一二点 睡觉一两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 三四点钟 他又起来 又打坐 打坐完了 吃完早餐 又开始上课 上完课 中午休息 下午呢 开始翻译 翻译 晚上 他又开始打坐 这样子 他六十二岁 有的 记载说是 六十三岁就过世 就过世 从四十五岁开始翻译 翻译到这个六十二岁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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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记 平均一记 就是三个月 春夏秋冬一年 一记呢翻译一部经 翻译一部经 所以平均一年可以翻译出四部经 他从这个四十五岁 翻到这个六十二岁 乘以四 那就是他曾经翻译过的经典 的那个数目 经典有长有短 那我们现在最流通的就是这一部的心经 这一部心经 他把这个 Avartitexva 依照原文 这个玄奘大师跟 Jolmolus大师两个人翻译的风格不一样 Jolmolus翻译的风格是着重通顺 句子很美 玄奘大师是着重 意识一定要对 忠于这个原著 因此 Jolmolus的翻译的经典 都非常美 文字 文词 迟早非常的优美 读起来都很顺 玄奘大师 因为 着重 忠实与原著 他很多的经典都不怎么顺 因为他要 很忠实这个原著 一个字都不差 唯有心经 最通畅 但也没有失掉 他的那个忠实度 比如说Avartitexva 他就翻译成 观自在 应该是观世自在 观世自在 为什么 观世自在会变成观自在呢 为什么 第一天我们就讲过了 为什么 李世民 皇帝 诸位朋友知道吗 玄奘大师 要到西域区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皇帝是唐太宗 他出生 玄奘大师出生于 公元的六百年 很好记 他要到西域区取经的时候 唐太宗是皇帝 不给他这个 副照 回来的时候 他是偷渡出去的 偷偷摸摸出去的 应该回来 这个皇帝应该抓起来关了 不把他杀死也要 这个 打个这个 三百下 这个皮鞭 惩罚 可是 因为 玄奘大师在西域 17年 名震西域 名震 印度 那个风声之大 名声之大 老早就已经传回中国 唐太宗 知道 这个 玄奘大师要回来了 出京城 离开这个京城 长安 这个四五百里路 走了好远好远 四五百里路 率领文武百官 在这个半壶上 把玄奘大师 给这个 迎请回来 啊 那这个是 看到这个唐太宗 对他的尊重 迎请回来啦 迎请回来啦 还有一招 还有一招 这个时候又可以看得到 这个玄奘大师的伟大 玄奘大师的伟大 孟子说 富贵不能赢 威武不能屈 还有呢 贫贱不能移 不管你是富贵 不管你是受到威胁威武啊 不管你是贫困啊 都不改 其 智 都不改 其 智 孔子 他也说过 一句话 孔子 孔老夫子也说过 一句话 小人 穷 撕 烂你 他也说小人 小人不是这个 这个我们小孩子 小人是指那些 啊 心智不坚定 或是品格不怎么好 小人 穷 撕 撕 你 那你如果说没有品性人 一穷 撕 撕 你这整个都烂掉了 因为穷 穷怕 穷怕 就要么就是 想要么就是骗 要么呢 就是 一点志气都没有 姚伟齐年 要向人家祈祷 但是这个 君子呢 顾穷 就是孔子话 君子顾穷 小人穷 撕烂你 啊 这个君子呢 即使是在穷困的时候 还是照样 啊 这个智 节 坚定 君子顾穷 小人 撕烂你 这是孔子的话 子曰 孟子曰 富贵不能赢 威武不能驱 贫贱不能移 贫贱不能移 看那个意思喔 那像这个玄政大士啊 这么样的一个出色的一个 出家人呢 学者他是被 全世界人称赞为全世界最伟大的 旅行家 最伟大的留学生 最伟大的 翻译家 最伟大的修行人 对中国佛教的贡献 那当然不在话下 我们中国啊 易经 最伟大的就是 这个玄政大师 其次呢 是九某罗斯 他们的风格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有什么比较 君子顾穷 小人穷 撕烂你 对 好 那你再写这个 你再写这个这个 威武不能趋呀 富贵不能赢 武不能趋呢 就说碰到威武 碰到有人 这样子 以他的武力呀 他威武的时候呀 想要欺负你的时候 你如果是一个君子的话 你不会 为之所趋 还有一个 贫贱不能赢 赢 你少了一撇 富贵不能赢 所以你富贵啦 你不会啊 这样子的 很拽 很傲慢 贫贱呢 不能够以其心智 不能以其心智 所以 这个 孟子啊 也是在 强调作为一个君子 作为一个修行人 应该有的这种智节 玄奘大师回来了 回到长安 唐太宗一看 这么一表人才 学物那么好 他就对玄奘大师说 某某人啊 请你还俗 我要让你当宰相 像你这种才能呢 来治理我们国政最好啦 那我把国家的大政啊 你当宰相你来帮助我 治理这个中国 让我们中国会更加的富强 要让他当宰相 请他还俗 我们看看 如果是 他自解不坚定 自解不坚定 自欺不坚定 会怎么样子 赶快还俗 当这个宰相去了 当宰相去了 但是这个玄奘大师啊 对 李世民 回报 说陛下 很抱歉 当宰相 不是我的 我的自欺 这个 我的工作呢 我的使命呢 比当宰相还要重要 当宰相 只是一时的 只能够暂时 让我们的国家富强 让老百姓 康乐 康乐而已 我要做的工作 是 弘法律生 是翻译经典 让 更多的众生 能够解脱 这种痛苦 心灵上的 这个是千秋万世的大业 他就 婉拒了 李世民的邀请 不出任 这个宰相 继续从事 他的 翻译经典工作 那李世民就很感动 他就用国家的经费 国家的经费 博给他 成立一个 益经院 某一个地方 专门的是来 益经的 召集 全中国 最有名的文学家 翻译家 出来 在他的手下 听他上课 天天上课 天天翻译 这个故事 玄奘大师的故事 台湾 最近有一个 Opera 有一个歌剧 把他编成 玄奘大师的歌曲 在台湾演出 我们曾经 放映过那个影片 给大家看 那个演出者 要我把它翻译成英文 但是我的英文很不好 所以我就找了我们这个英文很好的 沈诗杰在这里 那一位 沈诗杰你站起来 他的英文很好啊 还有杨诗杰他的英文也很好啊 还有我们这个 吴诗杰 他的英文也很好啊 还有 你没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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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他的英文也很好 还有在台湾 好多位朋友英文都很好的 就请他们 把那个歌剧 Opera 翻译成英文 因为那个演出者啊 他跟我讲说 11月要在新加坡 演出 所以你如果有到 如果 11月的 17号 18号 如果你们有到新加坡去的话 找机会去听 那很感人 就悬疆大师的这个故事 用Opera 这个演出啊 他那个剧团有 我看有二三十个 有二三十个人呢 用歌舞的方式 用旁白的方式啊 这样子演出 学生大师的 那那个 一生重要的事迹 文词 中文的文词 非常美 那这个演出者呢 就说 新加坡 希望有英文的翻译 因为有一些年轻的朋友 不懂中文 那就 找来找过去啊 就找到我那里去 因为他晓得我后面 有很多的秘密武器 这些人都比我强啊 他们在 back up 他们在对我back up 他们替我工作 同时将来也会安排到美国啦 到欧洲啊 去洋人的地区 来演出这个 玄奘大师的这个故事 玄奘大师的故事 很感人喔 是真的值得你们去看喔 我那时候看那个录影台 是好感动 那种玄奘大师的那种悲愿 他当然也 另外编了孔子的故事 最近呢 是要演出 谁的故事 最近是要演出谁的故事 最近是要演出谁的故事 9月份 不是不是 不是国父 是另外一个佛教的故事 好 我们就 讲到这个地方 这是玄奘大师 他的伟大 他就说 很忠于这个原文 他就把梵文的 Avaraktites Vara 大家 已经知道了 我写出来了 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观 世 自在 只是因为那时候的国王是李世民 为着 尊敬这个国王期间 就把那个世 给这个拿掉 简称为 观 自在 菩萨 那观世菩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尊菩萨 用他的 圣身 般若 来观照这个世间 观照这个世间 得到 大自在 观照这个世间 一切极空 观照这个世间 没有 人 我 的分别 没有 这个大 小的分别 因此 有了大慈悲 先有这种大智慧 才有大慈悲 因此 观自在菩萨 他才能够度众 他自度 用智慧来自度 智慧 正得了毕竟空性 产生了这种大慈悲 才愿意发这个愿 众生 如果有苦难 大慈大悲 寻生就苦 观世菩萨 如果有苦难 只要称呼他的名称 他就立刻视线 来救度他 这个就是 观世自在的意思 观这个世间 得到这种大自在 那这个观呢 我们说过 有自在 有这种 观静自在 观照自在 还有 作用自在 作用自在 好 我们紧接着看那个经文 看经文已经进入这个本论 正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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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分为 第一项 哲学的理论文 分别 诸 盛分 诸盛分里面 假是人间观 正报论 好 我们翻过来 疑 是宇宙观 是 一报论 一报论有世界观 有这个人生观 第二项 是宗教的 实践门 行人 得意分 假 是修养分 修养分 修养分 好 我们再回到 这个 第一页 第一页回到这里 那这样想到 就说这个 新经的本论 他分为 三大部分 第八部分 是哲学的 理论 哲学理论 第二大部分呢 是宗教的实践 宗教的 实践 那哲学的理论呢 我们首先来看 什么叫哲学理论 他是分别诸圣 分别诸圣 第一个是讲这个 人间观 这个人间观 这个人间观 我们众生的苦恶 因为这个五蕴 这个无名不了解了 那 我们如果依照佛教的修 将这五蕴 给这个发展化 我们受到五蕴 无名的影响 在发展的话 我们就会 因为受到六根的影响 再来 六成的影响 再来 六四的影响 扩大致 扩大致 扩大致到这个地方 这个 是属于 人圣的部分 人圣 那我们这些凡夫 我们这些凡夫 我们的痛苦来源呢 就是五蕴 六根 六成 六十 在逼迫着我们 让我们痛苦 我们有觉醒 想要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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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有正之见 如果没有正之见 那就是变成外道的修行 外道也有 有的 印度教 有一些也有修行 外道也有修行 可是因为 之见错误了 因此结果呢 都不是好的 那佛教 他 有很 这个如实的 这种理论 如实的方法 因此呢 他有相应的 道 和国 有相应的道 和国 我们第一天就说过 《心经》 是属于 《实相论》 成佛之经典 成佛之经典 有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就可以到达 什么样的目的地 《心经》是可以成佛 成佛呢 就必须通过这么多的 这种过程 通过这么多的过程 为什么《心经》里面要讲说 无 受想行事 无 眼耳鼻舌生意 就是六根 无色胜香味处罚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那是 十八戒 为什么 因为 一执着为有 就是生死轮回 想要解脱人 的生死轮回 就要把它 正空 正到这些 一切都是空性 这样子 这样子才能够 了生死 等到了生死 之后呢 就开始修 这个 生文圣 生文圣啊 是修 苦吉灭道 好啦 这些修 苦吉灭道 要证得阿罗汉的 以为阿罗汉 涅槃 是最高的境界 他就停留在那个境界 不肯前进 不肯前进 法华经里面有一品呢 这是化成玉品 这说佛啊 为着 接引这些众生 他在成佛的途中 他就 视线了 故意 视线了很多的化成 这个 很多的化成 什么叫很多化成 我们用一个比方好了 我们加卡塔这边出发 到斯拉巴亚去 斯拉巴亚 屁股是我们的目的地 这途中啊要经过 还有其他的小都市 以前 要用走路的 走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这么远 那走这么远啊 会很辛苦 脚会酸痛 这个佛啊就跟他讲说 快到了前面就 有一个城市有一个客栈 我们就可以休息了 这样子提起勇气 走到 中途的一个都市 休息了 休息了 再讲 前面开始 要走吧 前面又有一个 又有一个都市 那个城 有客栈 我们就可以在那边休息 所以又鼓起勇气 要走 如果一开始就跟他讲说 那一开始就说 哇 我们现在呢 要一股作气 从 迦卡达 走到这个斯拉巴亚去 民共 脚都已经软了 都不用走了 因此佛啊 为着接引这些众生才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化成 化成啊就是 我们所说化身有四身 化成 他就化 化出一个 一个城市 这个是一个虚幻的城市 来 鼓励修行人 不会说 哇 你一孝子要让我成佛 我怎么办得到 我才办不到 应该成佛有多元 那这佛啊 他才 讲说 哎好啊 先呢 跟你讲人生的东西 再来呢 跟你讲 神文圣的东西 再跟你讲 这个 圆觉圣的东西 再跟你讲 菩萨圣的东西 但 我们一般的人 如果听到这个 神文圣的东西 哎好棒喔 我下辈子还可以再 当人 因为我在人间里面 荣华富贵 享受不尽 他就停留在人圣了 停留在人圣了 不肯前进 佛啊 就跟他讲 哎呀人圣里面这些东西都是空的 你不要自作 啊所以 就让他脱离人圣 叫他去修这个 神文圣苦极灭道 然后就跟他讲 苦极灭道是怎么回事 等到你修了苦极灭道 观 十六形象 观好圆满以后成就阿罗汉 哦好棒喔 这个佛告诉我 这个脱离这个三界 证阿罗汉 我终于证到了 我就证到了 好棒好棒 就停留在这里 就停留在这里就不肯前进了 就好像一个化成 这个佛啊有可能讲 啊这个苦极灭道啊 这些东西啊都是空性的 不是真实存在的 你要一鼓作气再进一步 修这个圆结圣 修圆结圣啊 修圆结圣啊 我正得屁之佛啦 正得屁之佛啦 哇好高兴喔 你看 我修十二因缘 正得屁之佛啦 哇就停留在那边就不肯前进 无主那边想要去修行 无主叫他去哪里 叫他去哪里啊 叫他去厨房 叫他去厨房干什么 叫他去厨房 挑水 批财 这个租房 诶这个就是修行啊 诸位佛萨 你们发心当点坐当心堂 其实这个就是修行 这个就是在谋念你的心性 然后在培持你的姻缘 这个小和尚就跑到撒林寺去啊 说我要来学武功 要来学武功啊 这个老和尚啊 一看你这个小孩子要学武功 派到厨房去 一声令降 就派到厨房去 派到厨房去啊 在厨房里面 做苦工作了 好几年三五年 天天啊这个匹材 天天匹材 天天啊挑水 啊 匹材挑水煮饭 三五年过去了 竟然啊 没有教他怎么打拳 竟然没有教他怎么武健 啊都没有啊 啊 这个小和尚啊 就 心中啊有点恨恨恨不平 你把他当成什么人 我是当今的李小龙 你还没有琢磨我而已 你如果捉摸我的话 我是当今的李小龙 就这样子啦 他就心里头就有点不太舒服 他就跑去这个见这个老和尚 说 老和尚啊 我是要学武功的 已经够了吧 你把我派到厨房去了 磨练了三五年 够了吧 你应该啊 教我武功了吧 你看五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你总该给我一点功夫啦 那个老和尚跟我讲 你可以下山啊 因为你的功夫已经学到了啦 你的功夫已经学到了 那个小沙咪小和尚 师傅啊 你功夫还没教我呢 你怎么要 说我可以下山去了 我不会入己师门吗 我不会让我的师傅丢脸吗 丢了这个大林书的脸吗 你这样子就叫我下山去 怎么去打盘下 这个师傅说 你的功夫已经够好了 这小和尚一下 蛤 我一点功夫都没有学 哪里是已经好了 哪里已经是好 这个老和尚就跟他讲 你的功夫已经好了 你想想看 你当初来这里挑水的时候 刚刚来的时候 这个挑水啊 挑得很吃力 我看你现在挑水 一手 提着 这个 一手水桶一提起来 骨髓有没有自来水 没有 那就要提水桶了 一头提水桶了 还提这样子 你看水桶提这么高 平的 左手也提这么高 两手 提平的 你看这个手就这样子 这样子 从这个河边一直拎着 两个水桶 水平了这样子 奔 山 而上 到厨房里面 一點氣喘都沒有 你看你的力氣不是已經很好了嗎 這小和尚 對啊 我來的時候是挑水挑了很辛苦 現在兩手一踢起來 可以用跑的 還有呢 他跟人講 你這個小和尚 你剛來的時候 你劈踩是什麼劈的 劈踩是什麼 一手要抓著這裡 然後刀子 砍下去 有的時候會砍到自己的手 自己的手會受傷的 你劈踩的彩啊 一點都不快 一點都是這樣子彎彎曲曲 而且很危險 我看現在你劈踩的彩不是耶 一點點彩 那個刀 你們有沒有這種功夫 沒有啊 你們有沒有這種功夫啊 你如果在台灣 台灣有一個風俗 有沒有甘蔗 一年甘蔗現在最多了 你們有沒有見過劈甘蔗的這種遊戲 有沒有 沒有 好可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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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用聲的 人家是用 用甘蔗的 他的甘蔗 不必用兩隻手了 只要一 這個 右手一拿起來 手啊 拿著刀 手 那甘蔗一放著 砰 他這樣子這樣 就切進去 他說 這個老學生剛剛講啊 你 剛剛才來的時候 你要一隻手扶著那個木頭 一隻手砍下去 有時候會砍到你的手 現在你不必 砰 砰 就把那個柴給這個 皮整兩半 而且呢 我看你的功夫啊 進步多了 現在不必用刀啦 你看那個木頭一上來 砰 這個木頭就被你切斷了 你看你的手刀多有力啊 你根本不用刀啦 這個是你的功夫啊 你的氣功 重要 砰 砍下去 這不是你的功夫嗎 夠啦 下山去 這個就是這個意思 要慢慢的謀認 其實在日常生活裡面 你如果會體會 會體會 會體會 就是功夫 因此有一句話說 一切法皆是佛法 一切法皆是佛法 處處都是佛法 佛法不只是在寺廟裡面 才有佛法 佛法不只是在佛經裡面 才有這個佛法 處處都有佛法 你要解解突破 你要一步一步成長 永遠成長 永遠成長 你要當下承擔 啊 一直成長 學習成長 學習 到處都是學習的機會 心經 就是 這樣子 告訴這個修行人 你要突破人生 因為人生 是在生死輪迴之中 好 你要突破這個聖文聖 你要突破圓絕聖 你要突破這個菩薩聖 一直到成佛的境界 成佛的境界就是 阿妞多羅三秒三菩提 就是那個無上正等正覺 無上正等正覺 就是圓滿平等 不二 的那種境界 一切呢 一切呢 了無差別 當下 這個自在 當下頓悟 圓滿成佛 的故事 這是這樣子 那麼我們就 我們就繼續看 繼續看 看那個經文 那個經文在 哲學的理論文裡面 有這個人間觀的正報論 還有宇宙觀的一報 那這裡就有兩個名字 一個是正報 一個是一報 正報的意思是 眾生 有情眾生 這是正報 這是正報 比如說我們這輩子 出生為人 出生為華人 這就是我們的正報 我們的正報 但出生為華人 出生為人 有人的生存環境 就會是生長在印尼的 那這個印尼 這個國土 這個社會 就是你們的一報 我們是生長在台灣的 台灣就是我們的一報 有情眾生就是正報 無情眾生 那就是一報 而這個報 又是怎麼來 報又是怎麼來 請問這個報是怎麼來 我們說有報有報 這個報是怎麼來 報是怎麼來的 我們有正報有一報 這是怎麼來 為什麼會有正報 為什麼會有一報 正報 就是有情眾生的本身 一報就是有情眾生 所生長的環境 那正報一報是什麼來的 我們經常聽過一句話 是夜報 夜報 夜呢就是我們的造作 我們牲口一葉 你牲口一葉是什麼 依照因果論來講 你就會有什麼樣的果報 所以夜報 夜報 夜是因 報那是果 這是夜 果 是因果 因果 你知道什麼 你就會得到什麼的果報 眾瓜得瓜 眾鬥得鬥 那這是夜報 夜報 什麼夜會得到正報 什麼夜會得到一報 這還是有因果的啦 還是有因果的啦 得到正報的夜 我們稱之為什麼夜 善夜啊 還有呢 得到什麼夜 得到什麼夜 什麼夜 清淨夜 我們說正報 正報啊 六道的眾生 友情眾生都可以是正報 因此你說畜生 你說地獄惡鬼 善惡道 難道是清淨夜嗎 難道是善夜嗎 是不是 得到正報生的夜 我們稱之為什麼夜 有哪位朋友知道 哪位大德 哪位大德 白夜 白夜 不是啊 白夜是善夜 明珠呢 知道嗎 嚴方 什麼夜 嚴方 什麼夜 我們小菩薩 大菩薩 這稱之為隱夜 隱夜得到正報 那知道啦 得到一報的 我們稱之為什麼夜 滿夜 得到一報的 這是滿夜 隱夜 所以 牽引這個友情眾生的心 去找 一個有緣的父母親 相應的父母親 然後 轉世 得到正報生 得到這個六道 任何一個眾生 友情眾生的生 那就是正報 比如說我們轉世為人 但轉世為人 有那麼多不同的生長環境 在美國 在印尼 在中國 在台灣 非洲各有不同 各有不同的那個環境 稱之為 一報 會有那個一報 那是因為我們過去 有滿夜 這是佛教的名詞 這是隱夜和滿夜 隱夜 隱夜 滿夜 隱夜 會有善 有惡 當然有無際 還有清淨 善的隱夜 就會 讓一個眾生 轉世為人 或是天 如果是惡的隱夜 就讓一個有情眾生 轉世為 畜生地獄惡鬼 如果是清淨的夜 就會讓這個眾生 轉世到 轉世或是往生到淨土去 清淨夜 這是這麼簡單 如果你是修禪定的 有功夫啦 的這種 隱夜 死後禪定的話 會往生哪裡 色階天 或是無色階天 色階天 無色階天 那是修禪定 智慧還沒有完全開發出來 有了智慧 那就可以 進入激淨那盤 那進入激淨那盤呢 就不是到哪裡去 就好像一盞燈 這個火把 已經殺完了 自然熄滅了 這樣子而已 這故事就是如此 那就是正暴和一暴 和一暴 這個一暴 所帶 帶來一暴的夜稱之為滿夜 那你這個滿夜 那也有善有惡 有無際 有清靜 比如說這個 我們身為人 我們人呢 所生存的環境各有不同 那是因為 我們前輩子所造的 前輩子所造的滿夜呢 有善有惡不一樣 像諸位菩薩 你們很有福報 因此我們可以推斷 你前輩子的 滿夜一定很好 一定很好 一定很好 因為你們都生長在一個 很美滿的這種 環境家庭裡面 那就是滿夜囉 那正暴就是眾生的主體 那看這個人間觀 話說這個觀之在菩薩 行身波者波羅蜜多士 照見母運皆空 度與皆苦 他在093上面 我們昨天說過 說這個講心經前面 那是西藏的版本 佛進入這種 聖身三面這種 出定 他觀察到這個音緣 出定以後 他就用他的心念 告訴這個觀之在菩薩 今天呢 換你講課 老師要休息 那這個觀之在菩薩 就是觀照 般若 照見五運皆空 就度一切苦 他自己的經驗 有了 一定要有實修的經驗 才能夠教人家 他一看 在座的這些聽眾 智慧第一的是色利子 就叫他色利子 叫他一生 叫一生這個色利子 就是提醒他 因為叫別人 沒有人聽得懂 跟你講色不依空空 不依色 色幾 你好像牙齒聽人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可是色利子他聽得懂 因為他智慧第一 那什麼叫色利子 色利子 色利子又稱為 色利子 台灣話叫佛 佛 佛 那Mutra 這個字呢 Mutra 這個字 是兒子的意思 就是兒子 如果是異音 就是 夏利 如果是 異音 就是翻譯他的意思 Mutra 這個字是兒子 那因此 夏利 色利佛 又可以翻譯成 色利子 色利子 那這個是異音 夏利 是這個異音 色利子是什麼 是那個小小的 遠遠的 亮亮的那種嗎 是不是那個 在這個地方不是 在這個地方 就是色利的兒子 可見得他的父母親是色利 那這裡根據這種 傳記啊 來講 我們知道色利佛 色利子的媽媽 稱之為色利 他的媽媽的名字叫做色利 色利所生的兒子 稱之為色利子 色利 本來啊 本來是印度的一種鳥 鳥啊 這是色利鳥 這種色利鳥啊 很會唱歌 那個聲音非常的嘹亮 非常的清脆 聲音非常的好 也就是說 色利子的媽媽 色利呢 聲音非常漂亮 很會說話 很會唱歌 因此別人 叫他為色利 他所生的兒子 就是色利子 色利子啊 就是聽法的人 聽法人 這個上課 一定要有老師 如果只有老師 而沒有聽課的人 這個老師會不會講下去 不會 大家看到學生都沒有人來 不要上課了 為什麼 因為你要講給水聽 沒有聽眾 沒有聽眾 那一定有很多的聽眾 而很多的聽眾裡面呢 他就會找一個 能夠聽得懂他的話的人 那是最聰明的人 那是色利子 看看今天要上什麼課 如果是上英文課 老師最會教的一定是教 Moran 這個怎麼講 Moran這個怎麼講 因此 你們被我點到名字的人 是代表什麼 你們是最有智慧的 這怎麼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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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利子 他教他 色利子 他是聽者 他是指一個人 我們看在前分序錄裡面 有人格和教法 有人格和教法 也就是說 一個是主 一個是課 主跟課 或者是兵 這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文章 寫文章要這樣子 你看古時候 我們中國人寫的詩 或是古時候 所寫的文章 一定都很嚴謹 很美很美 因為他們不會漏掉一個因素 不會漏掉一個因素 沒有這個時間 如果有時間 我就選一首詩 這個幾詩給你們聽 那你們一定會感覺到 哇 中國的詩怎麼那麼美 或是選一篇文章 講解給你們聽 為什麼中國的文章 那麼樣的美 美成那種樣子 那你們心經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說射利子 他就是一個人 序分裡面呢 還有一個主 一個課 一個主 一個兵 這是一個主角 序分裡面 觀之在菩薩 是一個主角 他的法 就是形成波羅蜜 蔡正中分 他就叫 射利子 你要知道 我要提醒你 射利子 提醒你 他這個人 就跟他講這課題的東西 講這課題的東西 用課題的東西 來賠償 來襯托這個主 來襯托這個主 那是不一樣的 諸位朋友 你們要知道 為什麼心經 他會這麼的排列 為什麼這個心經 不會說 觀之在菩薩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射不於空 空不於射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受想形式 亦夫如是 人的事故 空中中 他為什麼不講這些 為什麼不講這些 為什麼來到這個射利子 才跟他講 射不於空 空不於射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這個射利子 事故空中無射 無受想形式 事故這個 諸法空向 不生不滅 等等 為什麼這麼講 諸位有沒有發現到 因為兩個人不一樣 觀之在菩薩 的程度 跟這個射利佛的程度 不一樣 是不是 兩個人程度不一樣 你如果說一上來 就叫射利子 行生波羅蜜 照見五音皆空 射利子 還在那裡 你講些什麼 都還不知道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有 這個有 那個生意 有這個福 這個福祭 在這裡面 有很深的意思 那個觀之家菩薩 不一樣 他是大菩薩 他已經是 哇 行生波羅蜜 他一看到這個 我們的老師 釋迦摩尼佛 入聖聖三昧 出定以後 他就知道 這個老師的意思 老師 打一個訊息 打PASS給他 今天有你表演 表演給他們看 看你大自在菩薩 觀之在菩薩的功夫給他們看 所以這個觀之家菩薩 砰 興生波羅蜜 波羅蜜多 這照見五音皆空 度五音皆空 你看這個是大菩薩的根基 那大菩薩的根基 跟我們這些凡夫不一樣 那為什麼要單挑這個社利子 因為社利子智慧第一 他可以了解這個空性 那如果呢 是比如說 他以阿蘭為這個對象 阿蘭怎麼樣子 這個阿蘭一定聽不懂 為什麼阿蘭聽不懂 雖然阿蘭是佛的這個親弟弟 跟隨佛二十多年 這個阿蘭跟隨佛二十多年 當佛的那個 那個 長隨眾二十多年 也是很聰明 可是為什麼他聽不懂 為什麼 大家知道嗎 為什麼不把阿蘭當作心經的這個 這個主要的聽眾 就是因為他聽不懂 那為什麼他阿蘭尊者聽不懂 不能夠了解這個空性 大家知道這個原因嗎 知道這個原因嗎 知道嗎 因為阿蘭聽不懂空性 那這個下來 為什麼阿蘭聽不懂空性 阿蘭的智慧很高 為什麼他會聽不懂 為什麼聽不懂 為什麼 有人知道嗎 有人知道嗎 分享一下心得 長得太漂亮 太執著他的 漂亮的外相 是不是 還有呢 這個阿蘭 曾經 曾經是這樣子 我們讀這個 《涅槃經》就讀過了 說這個佛啊 要這個入滅 阿蘭就在那邊哭哭啼啼 哭哭啼啼 老師你要走了 您走了 我們沒有老師了 我們要怎麼辦 那在另外一個場合 我們現在講另外一個場合 在嫩言會上 有那麼一個場合 那個場合就是 佛入滅了 這個阿蘭都還沒有證阿蘿漢國 都沒有 那在嫩言會上 這個佛啊 就問這個阿蘭 哈 阿蘭啊 你已經跟我出家那麼多年了 時常都跟隨我在一起 我講什麼你都聽得到 我想什麼你都聽過了 你為什麼到現在都還沒有證阿蘿漢呢 你為什麼到現在都還沒有證涅槃呢 還沒有證涅槃呢 這個佛啊就訓他 就教訓他 就罵這個阿蘭 你跟我聽課聽那麼久了 到現在呢 你都還沒有證涅阿蘿漢 你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阿蘭呢 這個阿蘭呢 他就很慚愧 很慚愧 他怎麼慚愧呢 他跟佛報告 報告老師 我非常慚愧 為什麼呢 因為一向以來 我就只有聽你的話 我沒有思維你的話 阿蘭說啊 一向以來啊 我都是只有文理的法 我從來啊 沒有去思維 當然啊 更談不上去修 因為這個阿蘭 他很聰明啊 老師講什麼 他就記下來 老師講什麼 他都記下來 他都 我記得 非常清楚 他就 靠著他這種本能 自以為說 你看我上課多勤勞啊 老師到哪裡去 我就跟到哪裡去 他講什麼 我都知道 所以我都知道 老師講的意思 他整個閉下來 可是 到頭來 他沒有思 他沒有修 阿蘭呢 就沒有成阿蘿漢 那時候他就很慚愧 對 所以老師啊 我呢 我就是憑藉著是你的弟弟 憑藉著呢 我跟隨你那麼久 我時刻在你旁邊 聽你的課 我只是因為 沒有思維 沒有實力去修 因此才沒有正阿蘿漢 那跟這個設立詞不一樣 跟大家設這些不一樣 這些呢 是有思維有修 有思維有修 那其中設立詞是智慧第一 智慧第一 那雖然是智慧第一 要他一下子照見無雲皆空 也不那麼容易 官知在菩薩 才這樣子循循善憂 一步一步的 從最簡單的講起 從最簡單的講起 一步一步的 來這個 這個 引導他 這個引導他 那引導他 那 官知在菩薩這個呢 設立詞 設立詞 設不亦空 空不亦設 設即是空 空即是設 官知在菩薩的官 我們講過有三種官 什麼官 空官 再下來 假官 再下來 中官 那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設不亦空 空不亦設 就是假官 假官的意思就是 承認這個緣其有 緣其是有的 雖然他空性 雖然他變化不拘 可是他還是有的 這個就是假官 設即是空 空即是設 這個就是中官 設空不二 就是中 就是中到官 中到官呢 就是不二的哲學 沒有說設 和空這兩個極端 沒有 沒有 那這個設立詞 告訴你喔 那設不亦空 那為什麼要先講 設不亦空 而不先講 空不亦設呢 因為設 我們大家都可以 接觸得到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設 就是變愛的意思 你這些可以看得到的 可以聽得到的 可以摸得到 觸得到的 直接稱之為設 他這個比較具體啦 比較具體 那比較具體呢 就是例子比較好說啦 例子比較好說啦 什麼叫例子比較好說 比如說 諸位都是在亞加達生活的 如果我現在舉一個 亞加達的例子 那這個諸位 大家很容易就可以了解 很容易就可以了解 如果呢 我現在跟你們講 講啊說 那個 蓮花的故鄉 蓮花的故鄉 就在 這個台灣 台南縣的白河鎮 也許 諸位都沒有去過 我講了老半天的蓮花的故鄉啊 你們都聽不懂 是不是 你們都聽不懂 因為什麼 因為你們沒有見過 你們沒有去接觸過 所以你們聽不懂 能變成一個抽象的東西 但 這種色 是一種具體的 這具體的 說法 要有說法的方便 我們說菩薩 要有道種志 要了解 聽眾的根基 道理就在這裡 道理要懂 也要了解眾生的根基 他現在跟他講說是 色不亦空 色不亦空 色呢 跟那個 空 是沒有 兩樣的 但這裡要 注意喔 雖然說 色不亦空 已經是 色是一端 空是一端 也說色是一邊 空是一邊 等於說 我說 假 跟儀 是沒有差別的 雖然沒有差別 假還是假 儀還是儀 是不是 假還是假 儀還是儀 還是 兩端的 跟後面的中觀 是不一樣 中觀呢 是 這個集是這個 這個集是這個 這個只是文字上 的一個方便說 這兩個 整個是不二的 但一開頭啊 一定要先從淺的道理來講 才講說 色不亦空 色不亦空 那後面呢 有一個 受想行事 亦以赴如是 這是簡略的句子 等於說是 受 這是感受的受 受也是不亦空 空也不亦受 受 受即是空 空即是受 想 不亦空 空不亦想 想即是空 空即是想 行 不亦空 空不亦行 行即是空 空即是行 是 不亦空 空不亦是 是即是空 空即是是 要這樣子 大聖經典 把他省略下來 我們如果讀阿漢經 他一定這樣子重複 阿漢經 一直重複 很囉嗦 很囉嗦 但大聖經典 就省略 為什麼大聖經典省略 他講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 受想行 事一復主事 這樣子一筆就呆過了 為什麼呢 諸位知道嗎 就是根基的不一樣 根基的不一樣 因為聽眾不一樣 阿漢經的聽眾 在大聖佛教的角度裡面來看 他們的根基比較小一點 比較淺一點 因此要一再的重複 他反覆的說 反覆的說 反覆的說 這樣子聽眾才可以聽的明白 但大聖的根基 他智慧可以舉一反三 舉一語而反三語 我只要舉一個例子 以此類推 大家都知道了 以此類推就知道了 色受想行事都不亦空 空也不亦色受想行事 色受想行事即是空 空即是受想行事 可見得這個色受想行事 就是指的人 或是有情眾生的本體 它的震報 因為我們所謂的人長 可以包括身體的部分 還有心的部分 生理的部分就是色 用色來代表 那個心理的部分呢 用受想行事來代表 用受想行事來代表 而這個受想行事 因為是抽象的 就擺在後面 先解釋這個明顯的身體 先解釋這個明顯身體 而會用五韻來這個解釋 那是講色法只有一個 講心法有受想行事四個 那是說一般的聽眾 對於抽象的心理 比較不了解 我們抽象的這個受想行事啊 比較難體會 但跟你講這個身體 那就很好體會 因此就將身體 生理的部分呢 用一個色法整個帶過去了 但是對於心理的部分 就分析成受想行事 其實我們心理部分 不只是受想行事而已 不止這些 大家還記得嗎 心王有幾個 六個或是八個 心鎖有幾個 五十一個 那這樣知道了 心王有六個或是八個 那是指這個事 心鎖有幾個 五十一個 有五十一個心鎖 五十一個心鎖 五十一個心鎖 就是由心王所產生的心理功能 心理作用 在這五十一個心鎖裡面 五十一個心鎖裡面 把最重要的抓出來 最重要的是哪三種心鎖最重要 哪三種心鎖 哪三種心鎖最重要 這三種心鎖最重要是什麼 當然是受想行 這三種最重要 受想行最重要 扣掉受想行還有其他四十八個心鎖 都可以用受想行來涵蓋他 都可以用受想行來涵蓋他 你用受就很多種受 想就可以有很多的想 比如說你是傲慢的 比如說你是貪的 比如說你是慚愧的 你是無慚的 無慚愧的 你是精進的 你是懈怠的 你是懶惰的 那都可以用受想行 行就是包括了受跟想以外的其他的心鎖法 那就是行 行意思就是變動 我們把它用願望來代替 它本來的意思就是變動的意思 那這樣知道了 就知道了就是心王 心鎖 心王用是來代表 心鎖五十一個用最重要的受想行來代替 那先說這個色即是空 色即是空 那色透過這種分析啊 透過這種經驗 透過這種禪修裡面的體悟 就發現了 它不是獨一石油 它不是藏於主宰 它是一直在改變的 因此才會說色不宜空 色不宜空 當然空也不宜色 因為空性 只要因緣合合 它就可以有色法產生 我看我們今天到這個地方 有指甲了沒有 有沒有指甲了 有沒有指甲了 沒有的話 沒有的話我們就休息 如果諸位有什麼問題 明天提出來 或是說等一下 你們還有什麼問題 可以跟我們這些 台灣來的大菩薩們 互相研討 他們很樂意 跟大家交換意見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